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都到齐了吧 那咱们开始吧 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有很多的疑惑 没关系 接下来我将依依向大家解答 首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 我叫顾玲 是天哲集团除陆总以外的第二大支故人 也是陆总的 婦姨 婦姨 之前大家可能对我并不熟悉 因为我刚刚从国外回来 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可能会经常跟大家见面了 我将以公司副总裁的身份 直接参与到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当中 大家入列欢迎一下顾总啊 入列欢迎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 第一是想跟大家认识和熟悉一下 第二呢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在座的各位 都是中层以上的管理者 唯独有一个人显得比较突兀 他就是唐双礼 我们公司办公室科技智能化项目 好 没事 我们继续啊 今天之所以把唐庄里请过来 也是因为我有理由怀疑 他就是那个屡次向昭悦集团 出卖天拙利益的人 谢谢 谢谢 喂 我跟老陆为何开会呢 什么事不能回首啊 不来不及了 你再等一会儿双礼 你就被顾林做成烤鱼了 顾总 陆总和何主管都不在 而且双礼来公司时间很短 我觉得她应该做不了这种事 是啊 虽然双礼只是前台 但电脑能力还是有的 所以陆总才会调她去当她的助理 而且相处下来 为人还是很正直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个是我们开发的游戏 顾林在公司该针对双礼的会呢 看来我有必要 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 这位前台 唐双礼 毕业于招家理工大学 就职于 美国龙头软件公司Hush 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 没错吧 试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一个美国名牌大学毕业 龙头企业就职的 精英人士 为什么要跑回天拙做前台 在座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招越的总裁何乔生 也是招家理工学院毕业的 正是唐双礼的学长 没错 唐双礼就是何乔生的人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这里有段视频 我再去一次 那我再去逮换 外国小师 平时 很难处 再走 对 解雅 好 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